今天台湾第一次有那么多的雀泽的醋 吃起来很扎实 但是你一吃下去 诶 软的很快就化开的感觉 超好吃 全联社团都大推这个 蛮厚的哦 好 接下来这款是我要推荐的 蜂蜜的香味在吸引人 一口接一口 它的口感真的很棒 超过39元的价值 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赖妈主妇生活 那今天是2021年的5月15号 那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因为今天台湾就是公布了180人确诊 算是季情以来第一次有那么多的确诊人数 那双北也已经达到三级警戒了 就像减少到外面拍队啊 跟人挤人 其实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隐忧了 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推荐 全联的隐藏版好物 跟我在社团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的好东西 以及有两样新品 我想要跟大家开箱一下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的人 我的频道是开箱全联还有超商甜点 然后亲子流域而生 我及物理治疗师的日常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这样的影片 要先记得订阅我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那你如果想要看到今天这五样商品开箱 试吃的心得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那我们就先从天使起事蛋糕 然后99元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最脆弱 然后就是今天12点到期 所以我要赶快吃 因为现在已经10点多了吧 好 然后天使蛋糕是不是 它是那种 无蛋还是无面粉的蛋糕 然后保护得很透彻的感觉 诶很可爱 先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诶一份245.2大卡 那我们就切看看 诶是扎实的 我以为是那种很软的耶 哇它其实里面就是没有夹心的 然后白白的 然后就是上面有一个白色的盖头 吃下去的那个口感 完全不是磅蛋糕 它是很快就化开的那种 但是又不是戚风蛋糕那么的绵密 它感觉很多气泡在里面诶 诶它的成分不知道是什么 看意思 对 我再吃一口好了 有柠檬的味道 柠檬的香味 上面这层 上面这层就一般的鲜奶油诶 然后蛋糕体里面有 微微的启示的味道 然后甜度非常低大概三分吧 我觉得吃起来是不会腻的一个蛋糕 然后也不会觉得很无趣 因为它的口感是泡棉吗又不是 就是你切起来很扎实 但是你一吃下去 诶 既然又是软的很快就化开的感觉 然后 然后味道调的还不错 然后也不干 因为蛮湿润的 但是呢吃多个的话可能会有点无聊啦 因为它就是没有夹心 里面也没有层次 不知不觉的吃完 因为我晚上没有吃饭有点饿 我觉得很怕甜的人 这款蛋糕你可以买 因为它不太甜 所以我觉得吃了五分之一块 是完全不会腻的 那我要给这款天使启示蛋糕 3.5分 就是表现还算不错 好 接下来是第二款经典提拉米苏 85元 那我们先看一下营养成分表 每一份252大卡 它有附一个小汤匙 它上面那个粉竟然都没有沉下去 它表层就是可可粉 然后很厚一层的 Mascarbon cheese之类的吧 然后下面是巧克力蛋糕 好 直接挖一口 诶 还蛮扎实的 感觉还蛮好吃诶 诶 它不是那种水水的 像那个芋泥布丁蛋糕盒就很水 然后它是 哦 好香哦 它是那种蛮扎实的那种 糕状 起司糕状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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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我刚刚一挖 一挖到它那个起司的部分我就觉得对了 因为是浓厚的感觉 然后一闻又对了 因为是那种高 蛮高级起司的味道 诶 很好吃你知道吗 就是它的味道有点像花莲提拉米苏的那个味道 它的起司啊就是很扎实的 然后是很有浓厚的口感的 然后搭配巧克力蛋糕也不会被抢 就是它完全它的优点就是呈现在它这个白色起司的部分 嗯 好好吃 哇到饱了 甜度的话 差不多四分甜 我觉得真的不甜 嗯 它的起司太好吃了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买 你误啊 干成这样 如果你也不会觉得你在吃那种软软烂烂的东西 不会 它很有存在感 嗯 咖啡的味道倒是没有啦 它下面的蛋糕非常普通 然后也有点干 但是完全没差 因为它的精华都在于中间那一层起司 诶 我已经不知不觉 快吃掉半盒诶 那我要给这款经典提拉米苏 4.5分 超好吃 厉害厉害 好 接下来是柠檬台式马卡龙79元 它有16个诶 其实还蛮大盒的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营养成分表 没有忘记 每一份238大卡 它这边写说 清新柠檬香 爽口奶油馅 对 然后这款呢 就是全联社团的人 很多人都大推这个 其实这个马卡龙 我记得全联就是它有原味的 然后 因为我没有特别要吃牛里啊 马卡龙 但是这一款柠檬口味 被推的还蛮厉害的 我想说来试试看好了 它很便宜耶 它现在等于一个才5块 诶 大小 大小也不小哦 就是 给大家进看一下 蛮大的 蛮厚的哦 闻起来就是那种 一般柠檬调味的香味 嗯 诶 它比我想象中的 再酥一点诶 因为我想象中吃起来会比较接近蛋糕口感 但其实还算酥松 但当然没有到真的法式马卡龙了 然后味道的话 就是你想得到的那个柠檬味 就是一般的柠檬派的那个味道 然后也没有特别的甜 大概四五分吧 吃得到外面有一层糖烘焙过的感觉 糖粉吗 我觉得以味道来讲还不错 但是没有到令人 很惊艳耶 再吃一个 它里面的内馅 好像就是 就是一般的鲜奶油吧 然后也没有很多 或是没有很特别 我觉得应该大家推荐的点 是在它的柠檬味吧 因为比较少台式的马卡龙出柠檬口味 它口感确实还OK 就是你测出有一点点酥胸酥胸的感觉 我会给这款柠檬台式马卡龙 三分 差点比出二 三分啦我觉得还不错 嗯 好 接下来这款是我要推荐的 蜂蜜吐司 39元 它有六片哦 然后上面写说 二次发酵喚醒酵母 让面包更香甜Q弹 鬆鬆软软这样子 好 先给大家看营养成分表 每一份280.4大卡 好 补充了一下 它这边写说是钢酸头等蜂蜜 其实全年的吐司真的非常多 吃过我觉得好吃的就是生吐司原味 那个我已经回购至少四次了吧 有没有那种吐司就是你看起来就是好吃的 结果这款就是看起来好吃 吃起来也很好吃 而且我后来发现它原来那么便宜 它等于平均一片才不到7块 迫不及待 我已经买它第二还是第三次 第二次了 看开 很香 它就是这样 看起来很平淡啦 看的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可是它真的一打开 就是蜂蜜的香味真的超浓 扑鼻而来 然后 因为我这个其实已经扁一整天了 我上次第一次吃 吃起来很Q 我觉得全年的吐司很厉害 就冰了一天算有一点干 可是你还是吃得出来 它有一个 嚼劲 然后 每一口的蜂蜜香都超浓 它就是那个蜂蜜的香味在吸引人 一口接一口 如果就是吐司容易吃起来就是冰一天太干 我觉得就是可以喷一点点水 然后拿去微薄或烤一下 它口感真的很棒 它口感甚至有点接近那个生吐司的感觉 我觉得这款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然后 我觉得它吃起来是超过39元的价值 所以以CP值来讲 我觉得这个跟生吐司啊 你要填饱肚子的话就买 先买这个好了 因为这个有6片 这很好吃耶 但是 它又不像全年的生吐司那么的湿润 它的奶油应该还是比 生吐司少一点 但是它的Q糖我觉得很厉害 我觉得沾一点点那个奶油就非常好吃了 或是涂一点美乃滋加起司或果汁 超好吃 因为它那个蜂蜜香才太加分了 好 评分时间到了 我要给这款蜂蜜吐司4分 推荐给大家 好 最后一样也是感觉最浓郁的 招牌手工麻糬 49元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 每一份177大卡 它其实全年的麻糬也很多种 它适应我的地方是 它是花生芝麻跟老鹰红豆的内馅 它就是三种都在一颗里面 然后你其他的就是 要嘛就单纯花生 或是单纯红豆 或是客家什么团子在沾花生粉 然后这个也是社团好像有人推荐 也是沉淀店那种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耶 感觉就是Q弹Q弹的啊 拿起来的那个 手感感觉就很Q耶 然后差不多鸡蛋的重量 外面是花生粉 嗯 嗯 还好啦 哦 嗯 嗯 麻糬口感还不错 嗯 有Q弹 但是嚼劲的部分 稍微少了一点 然后味道我觉得刚刚好耶 就它里面有红豆 跟芝麻 然后它的花生 好像有拌一点花生粉在里面 跟外面 能量是这样子 里面有红豆馅啊 然后芝麻为主 花生是点缀这样子 吃一口是有那种 嘴巴的满足感 嗯 它皮还不错 我冰了一整天啊 也没有到硬耶 然后 馅料非常的满 然后吃起来差不多 七分甜吧 嗯 这好吃 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它想要把三种口味 都放在一个东西里面 可是它调配的很好 就是你又吃得到红豆 吃得到芝麻跟花生 可是它们好像也不会互强 它们还蛮搭的 然后也不会吃在一块 很腻在一起的感觉 不会 我觉得这款厉害耶 这款可以买 如果呢 它的麻糬可以再Q一点点的话 就更好了 但是我觉得以全联这种 放在面包架上 我觉得这样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我要给这款 招牌手工麻糬 四分 不错哦 好 最后我要推荐的三款的 第一名就是这个 是英典提拉米苏 真的很好吃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 你比较喜欢吃cream later 然后稍微有点甜 跟比较浓郁口感的人 我觉得这款超好吃 然后它的味道就是真的 有点像花莲提拉米苏 那一家的提拉米苏 好 第二名我想要 这两个诶 并驾齐驱 这个就是真的就是 好吃的麻糬 然后你吃完一个就是觉得还满满足的 然后也会爆 然后这个蜂蜜吐司 我觉得就真的非常香 我觉得你不喜欢吃吐司 还不错的 有没有推荐到你觉得好吃的东西呢 那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讨论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赖妈祖父生物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